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肝到底经历了什么 得了肝硬化 咪咪都变大了 别人的眼光让我很想死啊 大兄弟别哭 神毒菌抱抱 了解疾病是接受疾病 正是疾病的开始 为了搞明白肝脏是咋运作的 硬化是个啥情况 神毒菌翻遍天下一书 用尽世间颜色 为你画出肝硬化的前世今生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内脏器官 个头大 能力强 是个劳魔级的人物呢 肝脏的结构可精致了 它是由一块一块的棱柱体样小块构成的 这些小块就是肝小叶 上放大劲 肝小叶里面主要是由肝细胞 血管和血痘组成 肝小叶内的肝细胞分工协作 共同实现了解毒 代谢 消化 灭活激素等功能 所以说它是肝脏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如果肝脏是一座城的话 那肝小叶就是城里的村落 肝细胞就像是一个个家庭 血管就像是河道 血痘就像是小池塘 肝小叶这个村主营业务都是针对血液的 原料是血液 经过氧化了 还原了 分解了 结合了等一系列化学技术处理的最终成品 还是血液 为了运输 存储这些血液 满村河道畅通 水塘充盈 全村布局那是相当合理 生意红火得很 GDP 杠杠的 可是肝硬化了 一切都变了 肝细胞在病毒和大白的双重迫害下 大量死亡了 死亡的肝细胞周围会生出很多纤维组织 把它们一圈一圈地缠绕起来 这就是纤维化 随着肝细胞死得越来越多 纤维化越来越严重 肝小叶村里的河道被纤维侵占 越来越窄 有的已经被堵死了 池塘也被纤维侵占了 蓄水量越来越小 有的被纤维组织占满 激进肝河 回到肝脏看看 肝小叶纤维化 肝内血管有的被堵死 肝血道有的压根就没有了血 这不再是一个血液之城 血液甚至已经没法进入了 这就是肝硬化的现场 顺图侵占看到那死翘翘的肝细胞 那被堵死的血管 那干涸的血道 那硬邦邦的肝脏 我的肝真的痛了 颤了 怕怕了 小哥哥别哭 喝被牛奶压压惊 神毒君陪你 别打岔 神毒君肝硬化了之后呢 会发生哪些刺身灾害 跟黄胆腹水又有啥关系 血液不能进入肝脏了又会发生啥事 机智的兄弟 较真儿的兄弟 喜欢烧脑的兄弟 爱惜健康的兄弟 都是神毒君的好兄弟 想知道肝硬化以后的事 下集你来 咱们一起比才华 秀颜值 标志商 赢得妹子的芳心吧 等你